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号星期日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方官网宣布的 说中国将捐赠日本5000套防复服和10万只口罩 中国驻大使馆的公告说 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 中国人民铭记在心 近来日本进入疫情防控关键期 中方对此感同身受 中方向日方交付了一批病毒检测试剂盒 中国政府还将分批四 向日本捐赠5000套防复服和10万只口罩 其中前两批物资于2月27号28号 已经运抵了东京 很多中国地方省市企业和个人 也在积极行动向日本捐款捐物 为日本加要打气 中日是一一带水的友好邻邦 疫情面前守望先助 中方将根据日方需要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同日本人民携手共渡难关 之前日本给我们捐款捐物 然后还在盒子上写了好多 洋洋撒撒 写了很多古文 借用了很多唐诗 什么日夜同天之类的 我们这一次咱们收人不收面 反正就是说礼上往来 把这东西还回去 我觉得反正就是说 把面子是绝对是找足了 就是说礼子可以丢 面子不能丢 好吧 这条消息播放到这里 好吗 谢谢大家